字幕提供 Hello! 今集會說一下怎麼找GP 今早早上去了登記GP 然后我们就会说一说我们去哪里吃港式的茶餐厅,然后顺便去行中朝 大家应该不会忘记了,在我们申请Visa的时候给了一大价钱NHS 那价钱其实就是我们去看普通科的GP医生 在NHS页面上有写可以让我们找到家附近的家庭医生是哪几个 有一个Find a GP的页面,大家可以key in 自己的postcode进去 然后找到你自己住的postcode附近有什么医生 我随便就输入了一个postcode进去,然后找到这里有多少医生 也有写明距离你的postcode有多远 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中一个Kings Road Medical Center的例子 每一个GP的页面里面都有登记的地址、电话 也有关于他们的认诊时间的资料 同时,他们也有认识到他们的GP、轮椅、任何无障碍设施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Ratings & Reviews 因为很多人看完医生后,有些不同的留言都会在这里留下 譬如这一个GP,他们的头两个留言就比较差 通常人们都会说回他们的经历 某些GP就会在他们的页面给回应 例如叫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去跟进 后面那些,你也看到的也比较极端的 有些是很好的留言,有些是很差的留言 这一个GP也有回应 譬如这些留言可能也不够中肯 好像Open Rise 是不是打手来的 我们可以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持平的报告 可以搜索一下这个CQC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这个组织 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主要是看英格兰的一些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除了会看GP Service之外 也会看一些Care Homes 医院,牙医,诊所等等 我们可以按进去看所有的GP报告 它就会根据不同的指标去评分某一个GP 譬如我们可以查一下 Kings Road Medical Center 看看他们的报告是怎样说的 这里有些搜索结构 我们可以搜索结构 我们可以搜索结构 找到Kings Road Medical Center 这里写着它是 Outstanding 这里有几个Metrics 可以看看 譬如它是否安全 它是否效果 它是否效果 它是否关心人 它是否效果 有很多不同的评分 或者指标 是报告会写的 亦可以看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留意 它的LATEST INSPECTION 就是2015年的9月 都相距现在颇久了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时间 今早我们登记完GP之后 就打算去港式茶餐厅吃饭 谁知道中间就遇到傾盘大雨 你看到伦敦下雨也挺夸张的 我们今次试的茶餐厅 就是在榮业中心 Google都可以找到 就是Rain Deer Cafe 六名村 它也有很多选择 有烧尾和炒粉面饭 都是比较港式的 我们就叫了一个烧尾饭 两杯热奶茶 还有一个干炒牛河 整体来说 质素都不错的 都挺港式 也挺好吃 也不算太贵 加上也是22磅半 吃饱之后 我们也去了旁边的中超 这里卖的东西也挺多 其实有点心 有饺子 也有一些虾丸 等等 去卖汤丸 台湾的小丸子 也有 价钱方面不算特别贵 贵香港少少 这个就一定贵了 违他奶的口味也比较多 也有来自日本来源的带子 17磅 我自己觉得便宜过香港少少 也有整排的出钱一丁 有不同的口味 我自己就觉得多过香港的口味 我们也买了点回去试一下 其实这个榮业行的超市 非常大的 例如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 价钱也特别大 有些人可能开餐厅 也会来这里入货 也有些港式的老婆饼 绿豆酥 红豆酥等等去买 大家可以看到 价钱真的很大 其实榮业行的老板 就是一个很早过来英国开超市的香港人 后来发职 在这里开得很大 榮业行除了做中超之外 也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有一些commercial和residential的地方 做investment 中超也有一个很丰富的网页 可以上去去看看 也有网购 在英国很多地方都送的 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欢迎大家subscribe like 多谢大家收看